甲体龙胸它的材料有哪些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乳房甲体 基本都是归银胶的一个乳房甲体 因为在过去还有里边是盐水的 就是我把这个甲体放进去 然后里边打盐水 其实那种方法是手术切口比较小 然后打盐水大家也觉得盐水是很安全 但是盐水甲体很容易引起这个渗漏出来 可能这个甲体我放进去过个几年以后 由于盐水的渗漏慢慢这个甲体就没了 所以现在呢临床上这个盐水的这个甲体已经都不再生产 所以最多用了还都是归银胶的一个乳房甲体 临床采用的是有两个 一个是毛面的 一个是光面的两种 因为毛面嘛它是增加了这个 预组织的一个接触面 就预防这个暴默缩 但是它这个手术 就难度就比较大 因为它毛面嘛 往竹子里边放就比较困难 另外从它的形态来说 它也是有两种 一个是圆形的 一个是水滴形的 有两种 它这个也要根据你乳房的这个形状 就你原有了这个乳房的这个条件 来选择这两种 一个是圆形的 一个是水滴形的 两种 是水滴形的